柯文哲案子宜伟,这个目前是有发缓,还是被折走吗?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这个是属于侦察内容的问题, 我们都最终检察官的一个争败, 然后这个我们会去过温干涉跟做一个指导。 目前的事件是有个局子行踪的掌握进度如何呢? 另外,它在日本是有永久居住群居留群。 这里我想检察官回去做一个详细的调查, 会有一个掌握。 那这个完全尊重检察官的证办, 我相信检察官会妥树积极的一个处理。 那因为金华城土地那个最后是被驳毁吗? 那这部分,因为之前周刊都传的会声婚姻, 会不会觉得说这中间犯案的有一些不妥的部分吗? 我都尊重那个检察官的一个证办。 那这里周刊的一个报导,那这个是真实事情如何? 那消息来源如何?这个我并不清楚。 那我会要求检察官再, 会要求应该遵守这个证查不公开规范的这些人员, 要完全的弱势。 那对于徐子瑜,会不排除发布通气吗? 这部分会不会通气? 这我想检察官会按照他的侦查的一个步骤来做一个努力。 好,各位观众,今天呢,是精华全案的炎鸦亭Round 2。 那第一回合呢,就是沈青青。 沈青青呢,其实从昨天下午的3点30分开始, 一路呢,是开炎鸦亭开到了晚间的6点45分, 创下新纪录,也是达到了3个小时15分钟。 而今天呢,就轮到的是应小薇的部分。 那我们从脱卡上来看呢,昨天这个应小薇是3点30分, 下午3点30分开始,那应小薇呢,也将在今天早上的10点50分, 来召开炎鸦亭。 而今天呢,其实这一次啊,检方对于这个应小薇呢, 其实是申请炎鸦的。 因为呢,他认为啊,应小薇在这整起案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呢,他现在仍然有串供等等的之余。 所以说,现在呢,应小薇是被申请炎鸦的。 而根据我们了解呢,他的律师呢,在稍早, 也就会抵达到台北地域呢,来进行月券。 而这一次月券的过程中呢,同样也被检方给有所限制, 也就是申请限制月券。 也就代表说,这整个卷宗呢,律师你可以看, 但是呢,你不能做复印,或是将这整个卷宗给带走, 而且呢,只能用手抄。 那手抄的话,对于整个律师来说呢,都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呢,就等于说你要靠你的记忆力, 来记住这些所有卷宗的内容,而且加以应对。 尤其我们知道呢,现在早上大概是九点钟左右。 那在稍后的十点五十分呢,就要来进行开庭。 等于说这个律师只有一个小时五十分钟的时间, 可以来进行月券。 所以说,之后这个整个炎鸦庭的过程呢, 可能对这个律师来说,都是非常的困难。 不过呢,我们讲回到审刑金的部分。 昨天审刑金呢,其实他的律师月芳如出来之后呢, 表示说对于整起的这个炎鸦庭的结果,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说今天在印小卫的部分,是不是也能够向印小卫的律师这么有信心, 我们也都值得再来继续关注。 这第一批遭到羁押的被告审刑金, 在勘仇所度过了77岁的生日。 而在昨天上午被借题到北院开炎鸦亭, 经历了三个小时15分钟的停讯。 审刑金还鸦,在29号前才会公布是否炎鸦。 另外,鼎月开发对扣押金华城的土地提出抗告, 在昨天高院裁定扣押撤销,发回北院。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痛批鼎月开发, 将责任都推给了金华城公司,切割套路很深。 经历三个小时15分钟停讯, 神庆金坐着轮椅被罚警推上囚车, 再回台北看守所,将等到羁押起满29号前才会裁定是否炎鸦。 主席身体就会乱好吗? 今天这回事, 有信心吗? 我们是认为很有信心。 金华城案再押7名被告, 神庆金打头证先开炎鸦亭, 律师走出法庭神庆自信, 神庆金开庭一路从下午3点半开到晚上6点45, 中间一度上厕所, 看到媒体等候还挥挥手打招呼, 能离开看守所透透气, 心情似乎很不错。 而北检日前申请扣押金华城土地获准, 顶月开发抗告成功, 高院发回耕材。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就表示, 金华城土地扣押有变, 是因为顶月果然用荣基奖励不是我申请, 坏事是金华城公司做的来切割, 法律断点布局套路很深。 北检率先针对应小微省仅仅两人申请延压, 而北院也预计分三天进行审理, 如果他们两人真的被延压的话, 那月底的柯文哲延压几率恐怕大幅提升。 紧接着24号25号是应小微延压停, 以及助理吴顺明停压停, 另外彭震生和柯文哲将在11月初积压期满, 检方申请延压期限是10月底, 外界质疑压人取贡。 另一头,北检第九度提讯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传出他先前警咬柯文哲决策, 随着检调抽丝剥茧精华。 我先回答彭震生啦, 那为什么检方会约这么多次? 那就是怎样?彭震生愿意打吗? 取之不尽用之不解吗? 为什么彭震生, 那个笑容是往嘴角越来越往, 所以他就觉得两个, 第一个我又可以出去吹冷气吃便当, 第二个就代表我要离开地间, 离开北索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因为我能提供的东西已经越来越近, 更何况现在还有谁出去吴顺明?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标记, 你只要愿意全部承认, 然后检方也觉得你这个承认, 对我本案的案情有重大帮助, 未来检方会不会主动让他聚保出去,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你刚刚讲到限制越卷, 限制越卷在法律上是这样, 基本上检方如果认为说, 你这些东西我千万不能让这些律师看到, 他就会限制越卷, 但是基本上在实务到现在已经到两个月, 还在限制越卷, 老实讲比较少, 检方他手上真的有一个上方保健, 他有一个屠龙刀, 他不愿意拿出来, 柯文哲不是呢, 你看他这, 你整个从政的过程在干什么, 有钱的也要, 出来之后还要哭穷, 阿伯不放弃, 大小草不放弃, 阿伯也不放弃, 你去搞, 搞谁, 搞对第三势力, 对台湾政治未来, 对年轻政党有期待的选民, 不是诈骗集团, 所有人都是共犯, 所有民众党知道柯文哲在搞这些事情的人, 都是阻碍台湾社会进步的共犯, 我就讲这么粗鲁, 邱佩玲, 你以为金主两个半是, 两个有承认, 半个没承认, 那个没承认, 没否认的那一个啊, 有七个人啊, 这其中哪怕有一个数字是错的, 哪怕有一件事情是错的, 这些公司要不要重训, 有的是上市呢, 这些人会不会出来讲说, 关于媒体这个报道的部分, 与事实不符, 要吧, 他们有商欲耶, 他们为什么都不出来讲话, 邱佩玲为什么不替他们否认, 民众党黄国昌, 为什么不攻击这些人, 黄成人, 跟赖清德站在一起, 为什么不敢, 这些人都是头家耶, 这些人都是蓝绿白, 都有朋友的, 你为什么要, 你柯文哲写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是故意要搞他们, 所以,邱佩玲, 你知道他的发言,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他都没有否认, 柯文哲案子, 你以为是有, 这个, 目前是有发怀, 还是被勾走吗? 对, 你知道这个, 我不清楚, 因为这个是屬于侦察内容的问题, 我们都尊重检察官的一个争办, 然后这个, 我会去, 郭文干涉更做一个执法, 因为媒体已经有很多内容, 包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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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们都尊重检察官的一个, 争办, 然后, 我们也是呼吁, 这个, 我们会全力推动透视, 然后, 正常不公开。 因为想要请教一下, 目前, 橘子行踪的掌握进度如何呢? 另外, 他在日本, 是有永久居住权, 居留权的有吗? 那这里, 我想检察官, 呃, 回去做一个, 詳細的调查, 可以一个, 掌握, 那, 我想这个是, 呃, 检察官对这个案件, 我想他们的一个, 一个, 证查的一个, 一个, 一个, 策略, 那这个, 完全尊重检察官的正法, 我相信检察官会, 会, 会妥数积极的一个处理。 想问, 那跟金华城土地任狗, 最后是被驳回吗? 那这部分, 因为之前周刊都传的会声会影, 会不会觉得说, 这中间办案的, 有一些不妥的部分吗? 呃, 我不认为, 这个, 这个, 这个周刊的一个, 我都尊重, 那个检察官的一个侦办, 那这个周刊的一个报导, 那这个是正式事情如何, 那消息来源如何, 这个我并不清楚, 那我会要求检察官在, 会要求, 应该遵守这个, 正常不公开规范的这些人员, 要完全的落实。 那对于徐子瑜, 会不排除发布通緝吗? 呃, 这部分, 会不会通气, 这我想检察官会, 按照那个, 侦查的一个, 步骤来做一个努力。 不认为, 不认为, 前企业, 前企业, 他这个, 最多了一年半才办, 大家怎么说, 这个东西, 包括, 就是这个问题。 诶, 检察官的侦办, 会去做一个, 收证, 做一个调查, 那这个现在一年半, 这个一年半是, 才做一个搜索, 我想事前的一个, 呃, 一个, 一个收证, 我想有他的, 检察官的一个, 侦查的一个脚步, 齁, 那这个快慢, 都完全, 是要看, 收集证绩的结果, 来做一个, 一个, 做一个决定的。 那现在有些委员, 有说, 很多绿大咖已经准备要检查, 这个年度就是, 包括保护检验的查, 呃, 我, 所谓绿大咖的这部分, 如果有涉及的, 这些的一个犯罪, 呃, 我们,呃, 检察官也会根据, 刑述诉讼法228条的规定, 就是, 有人, 告诉高发, 甚至自首, 或者从其他的一些的, 的机证, 掌握有些犯罪行李, 那检察官就会立案侦办,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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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